今天是6月22日 星期一 算起來算是我們禪修營的第三天 我這次的禪修營 比起以前的禪修營 我會駕駛得更像正式的馬熙的禪修營 所以今天早上的那些師兄都被我執行過 有在的都被我執行過 行禪也好 坐禪也好 基本上我都會多些去到正式的馬熙禪法所要求的要點 因為大家都知道 過去這差不多十年 在中心那麼久 有一段歷史的那些師兄都知道 我們中心本身雖然是以馬熙禪法為基本 但是我本人就沒有很硬性地規定 你一定要只可以用馬熙禪那種手法 甚至你學過泰國的洞中禪也好 或者你看過其他一些禪修的方法你想修的話 我一般都是不會去阻止的 以前我說過有很多師兄收過漢禪 所以我都會多多或少用漢禪手法來講禪修的東西 但是這次我想純粹一點 是很正宗的馬熙禪法 所以我這幾次講的內容 全部都會圍繞馬熙禪法本身的歷史 它的依據 它的修法 它和其他禪法的不同的點 譬如很簡單一件事 有一些禪修的方法 它的覺知 雖然大家都是練覺知 但是有一些禪修方法的覺知是輕的 相對是輕的 有些師傅教你去到觀修的時候 他們的覺知是比較輕的 但是馬熙禪法既不是很輕 但是也不是很重 它是皆乎未入心定 但是它是有某種程度的定 但是它又不是很輕的 而且它不是以那個覺知本身為對象 這些是一些禪法上 彼此是有差異的 如果你是用不同的這些手法去修的時候 其實你體證出來的結果 是或多或少在體驗上會有不同的 這些是以前我沒有這麼說的 但是我想在這一次中 我會強調這件事 即是 述回一個很純粹的馬熙禪法的模式出來 所以如果誰要聽了這些錄音 他直接去聽完我分析之後 你就知道馬熙禪法 它本身的立足點和它本身的方式是怎樣 馬熙禪法的名字就叫馬熙 馬熙大師是1904年至1982年的人 這套禪法是雖然叫它的名字 但是實際上創始的人不是它本人 是它的師父 它的師父叫做 Mula Ming Gong Jenta Wang Sayedo 就是根本明公折打王禪師 在馬熙大師大概是二十多歲的時候 因為他們緬甸很小的時候已經出家 馬熙大師二十多歲已經是教佛學 因為他考佛學試 他本身就是在緬甸的北部 在一個叫瑞布的地方 就來曼德勒大概兩三個小時的車程 在那個地方 他有一間祖廟 他就在那裏出家和在那裏教書 他到那一刻 他自己就發覺 一件事就是他自己沒有修行 他說就行 修不行 於是他就想 我應該去哪裏修行呢 當時緬甸南邊和北邊 各有一些大師 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北部出名的是雷迪大師 雷迪大師 南部出名的是這位 根本明公折打王禪師 馬熙大師他本人就在他未去找名公大師之前 他本身就已經有研究大念駐經的那本經書 和他的註解 諸式書 馬熙大師當時想找教大念駐經的人 根本明公折打王大師 他在南部 一個叫 無林面那個地方 無壇面這個地方 就去到教人禪修 他所依據 就是依據大念駐經的那個修法 來設計了一套課程 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在說 那 之後 馬熙大師都未去找他 但是 在教界裏面 明公大師其實都已經很有名 我說回明公大師本人 他現在有本傳記正在翻譯中 但是還未出版 我們有些大陸師兄正在翻譯中 那時候我就 好像一年前 我在美國的一個禪修會 也是我們傳承的 那就是 他出版了一本 明公大師的傳記 很厚的 我在想 我認不認得到 但是我應該認不得到 太多東西 之後 所以找大陸師兄去做 結果搞了一年都似乎都未搞好 因為其實裏面有很多 緬甸文名 地名那些很難認的 不容易 看看他們做不做到 做到我想剛才都要收拾 那 明公大師 他也是 基本上 緬甸出德加那些大師 很多都是知書食學的 那明公大師就 依據大廉駐經 以及大廉駐經的駐解 就來設計馬起禪法的初刑 那他所依據 尤其是你們行禪的時候 你未有提推放的 這個提推放 碟壓這些標記的收法 是在大廉駐經的注解 巴黎文的注解裡面 你可以找到正式的依據 他真的叫你行禪的時候 提推放、碟壓 他用的字架未必是提推放、碟壓 但類似這樣的字 一步一步地做 而這個大廉駐經的注解 又是哪裡來的呢 大廉駐經本身就是 巴黎三藏裡面的經藏的長部 經藏裡面的長部 我忘記了 是第二經 第二經 長部的第二二本經 就是大廉駐經 至於大廉駐經的那個注解 又是哪裡來的呢 就是斯里蘭卡的上座部 就是在斯里蘭卡的上座部的傳承裡面 就由斯里蘭卡的一些大將路 最主要就是由國欽尊寫 他去到編那個注釋的時候 就將古代斯里蘭卡流傳下來的 屬於上座部南傳的那些注解 所以就用來寫了這一本注釋 但是國欽尊寫的負責做的事情 其實他只是編寫的 他本人不是作者 所以他其實是把斯里蘭卡古代的一些教法寫下去 大廉駐經本身有很多篇章 大廉駐經主要肯定是四樣東西 心念著、受念著、心念著和發念著 那麼明公大師本人 他只是抽其中某些部分 來做他的課程 那麼 我沒有記錯馬來西大師 應該是一九三幾年才去找他 但是在三幾年前 已經有一些斯里蘭卡的那些僧人 去到緬甸跟著明公大師收 我記得有一個典故 就是說有一個斯里蘭卡的長老 去到明公大師的寺院 他的課程是整個余安居的 即是三個月九十日 他說剛剛才開始那個禅修營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的 有在家的、有出家的 那些村民 即是當地的村民去到收 一路一路越來越收 就越來越少人 一來是辛苦 二來就是有些人沒有那麼多時間 但是也有些人 他收了短時間 他們就已經得了 他有一定程度的證 我不知道他證什麼 反正就是 有些人就很開心地離開 有些人就失落地離開 那麼 到最後 這個斯里蘭卡的比丘 剩下好像兩個 兩、三個 到整個月最後 就繼續跟這個明公大師去到收 明公大師 就算人少了也好 這位明公大師 是完全沒有給人多人少 這個事實所影響的 你一個也是這樣教 兩個也是這樣教 反正他全副心機就是這樣教 最後過了這段時間之後 那些斯里蘭卡的比丘就很高興地回國 然後繼續自己去到收 那麼 靈公大師這套法 其實最主要的特色 就是他有教這個 觀套的起伏的教法 那麼 很多人 一聽到我們講禅修的時候 講過肚 其實很多人都有疑惑 因為一般你去學禅修 十間中心九間都是教你收什麼 收呼吸的出入 真的 十間九間都是一定教呼吸的出入 是最多的 而這個也是大念主經裡面的 第一部分 就是出入式念的章節那裡 一開始就教你觀出入式的 在這一點上面 所以有些人就會去到說 你這套方法 即是到馬啟大師去弘揚這套禅法的時候 就被人去到質疑他 就說 你不是觀呼吸出入 你不是醫經來講 這樣 那麼 馬啟大師當然 當然他飽動經論 當然可以去到回覆這些問題 其實 講回馬啟大師 他最初去到 根明共大師去收的時候 我沒有記住 是很短時間的 都是講兩個月到四個月的時間 去到收的時候 馬啟大師有講到 頭過一個月 他是 不是很專心地收的 因為他自己也是讀了很多經書 去到收的時候 師傅教他這樣 慢吞吞地走 又叫他標記 之後又叫他觀個肚子 這樣起伏 馬啟大師最初的時候說 我都有疑惑過 到底他教的 是不是剩派東西呢 之後 後來他就去到想 不是啊 那個明共大師就是一位 就是 這麼出名的大德 就是 而且又見到他的行儀 又是這麼清淨 所以馬啟大師 就 後來就 就是 決定 一定要按照 總之師傅 怎麼搞 於是 他就很快就進步了 他過了頭一個月之後 他就 廢寢亡參與去收 那馬啟大師 其實他還沒有接觸 在明共大師之前 其實他也有參學過一下 馬啟大師曾經跟過一些苦行針 在霧原那裏去收 霧原那裏去收 那時候 馬啟大師說跟了一個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反正有一位某某大師 就是 在那個村落都有名字 就是專收苦行 和不倒單 那又怎樣呢 那時候 剛好那條村 那條村 死了一個女仔 死了一個女仔 於是乎 那些村民 請那位苦行針 去那個墳墓那裏 念經之餘 在那裏修行 為什麼呢 好像說 怕會有人偷師 偷那些屍體 尤其是女仔 因為呢 其實呢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 在緬甸泰國 到現在 其實 現在又沒有這麼猖獗 以前 比較 一百年前 是很多人練那些武術的 武術的 你們知道 泰國的佛牌 那些 你知不知拿什麼練 是呀 要拿屍體練的 是呀 那你要去練 拿屍油 然後又要有的 那個女仔又可能是未結過婚的 又不知同精的 又橫死的 即是她有那些要求去練這些法術 所以呢 他們請那些和尚去 其中一個原因 也是保護著 不要讓別人去畫屍體 當然 那時候也是那些師父 新鮮的這些屍體 他們去到什麼呢 他們去修不靜觀 那馬西大師曾經去修過 馬西大師也有說 當時 他也有些歉歉的 馬西大師也說 那時候也說 啊 這樣去那些地方修 那時候之後 但見到那些大師也是這樣修 他也頂硬上 都OK 收一下幾天 又OK 又沒什麼 OK 之後 他才去到南邊 再去到 這位明工大師 馬西大師 就是 當他斷除了修法的疑惑 他專注地走蟬蟬 走蟬 走蟬 去到不間斷地去培養 那個覺知的時候 他產生了很巨大的定力 然後那個定力 就培養到一個違力 令到他可以看穿 心和心的現象 於是 我們相信馬西大師在那時候 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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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馬西大師就回鄉下 教士 在北部 在北部 回鄉下 因為他的指 叫做 馬哈士 緬甸文其實不是讀馬哈西 緬甸文是讀馬哈士 馬哈士 馬哈這個字 就解大 即是我們中文 古代經常用的字 就是摩荷 摩荷 知道了嗎 摩荷 波野 摩荷就是解大 時 而SI 那個音 就是解古 大的古 所以馬哈希大師的名字 其實就是大古 大的法古 為什麼會這樣叫呢 原來就是因為他的子的名字 就是叫馬哈士 叫大古 所以他的中心 是有個古在這裡 如果去緬甸仰光的中心 都會有一個古 是代表馬哈士 即馬哈希中心 當他去到教禅 最初的時候 亦都以他的親戚朋友 和熟人來開始下手 他教他的親戚去修 教了沒多久 那些親戚很快 就在兩三個禮拜之內 證入我們內觀裏面說的 那個叫做生滅治和壞滅治 證入了一個相當 有標誌性的觀治 內觀的智慧 很成功 於是乎 後來就有其他人 再去請他去教禅 1947年左右 應該 那時候 緬甸總理 烏露 烏露 想在仰光 那裏 搞一個 弘法的大本營 另外有一個叫做烏敦的居士 烏敦居士很有錢 他亦都很喜歡佛法 這位烏敦居士 去了明查暗房 發現到馬熙大師 又覺得馬熙大師 無論是知識上 含義上 都是很完美 就是很完美無瑕 於是乎 就介紹了給烏露 來見他 烏露 一去見了馬熙大師之後 都覺得是很難得的大師 於是乎 就請他去仰光 1949年的目記獎11月 第一次去仰光 搞第一次馬熙的禪修營 因為那一次的禪修營 馬熙大師 令到一些 有很壞雜氣的人 都令到他們 斷了那些壞習慣 而去到 變成一個好人 變成一個很清修的人 所以烏露這位總統 就很滿意 於是馬熙大師 慢慢慢慢放開來 到1950年 因為烏露想學以前的 緬甸皇帝 搞佛經的結集 於是乎 請了馬熙大師 做其中一個編輯 而且在第六次結集中 做一個提問者的角色 於是馬熙大師 於是在那個時候聲明大嘲 做了一個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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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第一 一個是提問者,就是馬起大師 一個是背仲的人,就是慈三藏大師 慈三藏大師當時緬帝是第一次出一個 懂得背了所有巴黎經論三藏的人 那個也叫明貢 我們叫他名貢三藏大師 出了這個名貢三藏大師 當時他們兩個是很合拍的 明貢三藏大師重驚,馬起大師編輯兼提問 明貢三藏大師在緬甸 基本上都是神級的一個大師 好像國師一樣,他們兩個都是國師 因為烏魯本人也有跟馬起大師學習 然後五幾年的時候 馬起大師這個禪法一直一直弘弱 直到1970多年左右 開始多了海外的弘法 馬起大師尤其是70年代尾的時候 就去美國,去斯里蘭卡,去尼泊爾,去印度 就不斷有一些弘法的使團 就去到周圍去弘法 於是乎就將這一套 即是馬起禪法 就弘揚開來 而最重要的是1950多年的時候 跟馬起大師去到幫忙做結集佛經事業的時候 有幾個很出名的學者級的大師 那時很年輕,只有二十多歲 有一位叫戒喜禪師 那時追隨了馬起大師來學禪 那時班迪達大師加入這個團隊 那時也是二十多歲 二十多、三十歲左右 加入了馬起大師的團隊 那時也有特朗普耶大師 幾個大師都各方來幫馬起大師做這些文化上的事 於是乎後來馬起大師下面的這幾個大弟子 即是他們各個都是法學博士 後來他們就弘化一方 有人去美國、有人去英國 周圍去到弘揚佛法 所以馬起大師的這套法才弘揚到今天 而我們主要是跟兩個人 我們沒有跟馬起大師直接傳承 我們主要跟馬起大師下面兩個派學 一個是班迪達禪師的派 一個是特朗普耶、黑密禪師那一派 這兩個派都是我們這套馬起禪法所會依止 以及依據的修法 我在這裏講的馬起禪法 不會離開這兩位大師的教法 當然你可以由我其他的講座裏面 你會發覺不一定會有馬起禪法的東西 我是講的 尤其是我講一些深的 如何觀察深的 那些是德加尼亞禪師的內容比較多 如何去到觀親恨 你們都聽我說觀親恨 以及如理作義 這些馬起禪法裏面沒有那麼多說 德加尼亞禪師就會多說 以及講政見 德加尼亞禪師的墨又是哪裏呢 我本身沒有跟德加尼亞禪師學 我主要都是透過馬起禪法 然後有看到他的書 然後我自己去修改一下自己的修法 那時候有一些新的體驗 德加尼亞禪師的師傅是誰呢 德加尼亞禪師的師傅是在瑞奧綿大師 瑞奧綿大師就是班迪達大師的一個師兄 也在馬起中心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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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居住了10年 這位大師 亦在馬起總部那裏 將他 視為一位資深長老 就是資深的馬起禪法裏面的導師 所以德加尼亞禪詩的傳承 其實都是由馬拉奇傳承 扔下來之後再有一點演變 你如果可以找到那個墨 你也是會上去的 所以基本就是這樣 剛才說過馬拉奇禪法 觀土起伏那一點 有很多人會質疑 觀土起伏的修法 大家知道你觀土一漲一縮 其實是甚麼現象 是風的現象 是風大膨脹收縮 風大的現象 當我們觀照土起伏 其實就是在觀照風大 觀照風大這句說話 有沒有經的依據 有 有經的依據 在一本經中部界分別經裡面 其中講到觀察四大的方法 界分別就是界是指四界 四大就是四大界 在這個界分別經裡面 它有講地、水、火、風 四種不同的觀法 它提到風大的時候 提到有六部分的 風大的本身有六部分可以觀察 包括上行風、下行風 還有腹內、腸外的風 然後就是腹內、腸內的風 之後就是肢節循環的風 以及出入式的風 那一個講福報的風 其實就是和我們現在講的 福報的起伏的風 其實是同一樣東西 至少在經文裡面 提到福康的字眼 但是在那個經裡面 它有說觀照風大 照見的風大 但是它沒有直接說 叫你標記土的起伏這個字 OK 所以如果你說起伏這個字 在經裡找不到 沒錯你是不會找到的 但是你說觀照風大這件事 你在經裡面是會找到的 所以我們又講回大念著經 大念著經裡面的新念著裡面 有好幾張的 其中一張就是講觀照四大 OK 在大念著經裡面的新念著 有觀照四大 當我們觀照這個肚起伏的時候 我們是風大 風大就是四大裡面其中一種 那就是它是不是屬於四念著裡面的其中一種修法 那就是四念著裡面的新念著的修法 那這個就是馬熙禅法的那個 正式的那個經的那個根據 那 那好了 那我們來清一些歷史的事實 那我們就要去到 講回馬熙禅法本身收些什麼 那為什麼我們是收馬熙禅法 不是收其他呢 那在緬甸 講一點點緬甸的禅法的歷史 剛才不是說過 有位雷迪大師的 雷迪大師 雷迪大師傳承下來 就是有一個很出名的在家弟子 就叫做烏鐵吉 如果有聽過我以前的內觀講座 我早幾個月都提過這位居士 是一位大居士 那這位烏鐵吉大居士 他後來就將雷迪大師教他的東西 就再傳給一位又是幾出名的居士 就叫做烏鐵吉居士 那由烏鐵吉居士 就去到設立了一個國際禅修中心 就去到教雷迪大師的那一套路 其實應該是鐵吉居士的那套禅修方法 但是全程就來自雷迪大師 之後由這位烏鐵吉居士 再傳給很多位居士 其中一位很出名的 就叫做葛印卡居士 葛印卡居士 就在香港有一個內觀中心 而這個內觀禅法 這個內觀這個字 其實就是由他們那一派翻譯出來的 本身我們古代沒有內觀這個字眼 即不是這樣譯的 古代我們譯的內觀原本那個字 巴黎文是Vipassana Vipassana 巴黎文 如果凡文的對應是甚麼呢 Vipassana 這個字翻譯出來古代 就是一個很陰譯的 就叫做皮婆瀉娜 皮婆瀉娜 如果翻譯以翻譯古代的中文 就翻譯作觀 就選一個觀察觀 因為這位國印卡居士 他就設立了那個中心 亦都是叫做Vipassana Meditation Center 即如果你直譯就是皮婆 center 禪修中心 但是他們就把它譯翻譯作中文 就譯了作內觀 於是大家聽到內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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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誤會 他就以為國印卡居士教的那套禪法 就是唯一的解釋內觀那套禪法 但其實呢 教內觀的禪法的道場 有很多派的 這一點就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他們一聽來觀 就會想到去 雷迪傳承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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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印卡的傳承 但其實如果你細心去閱讀 雷迪大師講的那個 註解的那個經論 他講出入式 或者講觀察四點註的那些時候 你會不難發現 雷迪大師講的註解說明 和國印卡居士是有不同的 因為始終教了四代 教了三、四代 所以教法上面有些不同 但是整體而言 他們觀法裏面的那些內容 都是涉及四大五雲這些內容 基本都是這些內容 他們那個傳承的修法 就會有掃描身體 從頭頂掃到腳尖 反覆去到掃描 由頭頂掃到腳底的時候 他就會一直掃描表皮的感覺 然後慢慢掃描到裡面的感覺 他的禪修形 因為頭三天就是觀出入式觀呼吸的 一呼一級 一呼一級去觀 所以他們那一套禪法 就是修子 修三日 子禪修三日 然後修內觀修七日 這個就是子同觀的修法 這一套這樣的修法 我們就叫子觀的相修 先子後觀 之後我講到子同觀的修法的時候 我會再詳細說 我先講緬甸內觀的歷史 好了 剛才講了 緬甸是不是很多派修內觀 很多 雷迪大師講了 雷迪大師的傳承就是這樣 他們出了一個很出名的 內觀的課程 馬拉西大師根據的 是不是雷迪大師 不是 我們根據的那個就是 南部明貢大師的 那條線的內觀 OK 所以我們現在的傳承是有不同的 在那裡 但是有東西會是類似的 但是我們馬拉西禪法 是一個純內觀禪 純 純粹那個純 巴利文的名字就是 suttavipassana yannika 純觀成 純粹的觀成 什麼叫純觀成呢 意思就是說 純粹只是修內觀 而沒有修子禪 我們是沒有修子禪 是直接修官的 而這一點是很多修行者 尤其是你古代聽到 也有聽到 指官相雲 指官相修都有的 但是馬拉西禪法是順觀成 順觀禪 也都是 他只是說修官而已 那為什麼是順修官呢 因為馬拉西禪法一開始修的 就是修官 五雲 就是觀察五雲 而他是沒有要你去到 正得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那些定 你都去到修的 也都是這樣說 之後我修 我講到那個 指官的時候 我會詳細一點說 現在不講多 好了 除了這兩派 剛才說了雷迪禪師那個派 之後就是馬拉西的派 還有一個很出名 在緬甸的 就是一個叫做 莫哥禪法的派 莫哥禪法的派 間接地他都是跟雷迪大師有些關係的 因為他是在曼德納波頭魂 他是教論典的 教論典 論典裡面就是經律論三藏裡面的論典 那麼 莫哥禪詩他本身是一個很精通論典的人 那麼他就想將論典去到實修 於是他就做了一套內觀禪法 就是莫哥內觀禪法 那麼他那套禪法 也都是以觀呼吸為基礎 他們也是有十日的課程 十日的禪修課程 那麼莫哥禪法也是會有觀呼吸的部分 然後觀呼吸到差不多 他就叫你觀感受 觀感受到觀差不多 他又叫你觀心 而莫哥禪法的特色就是觀心 OK 那麼他的教法裡面就會有一些論典裡面的說明 就會將本身很複雜的論典裡面的概念 他將它濃縮化 將它減少到幾十個心所 即是他從五十幾個心所縮減到最主要的十幾個 他就叫你去到寄死這幾個 這堆東西就可以了 那麼你觀修的時候就是觀這些 因為我本身沒有修過莫哥禪法 所以我不是那麼清楚 太多他裡面的操作 但是他最出名的就是以他這個觀心 以及觀緣起 緣起法為名 那麼這個內觀禪法呢 在緬甸基本上和馬熙禪法 是叮當碼頭 甚至可能更加多人信的 那麼馬熙中心呢 就在緬甸有六百幾個 六百幾個中心 那麼莫哥呢 沒有記錯都是六百幾的 那麼 但是莫哥中心有很多很大間的 一間已經幾百人了 那麼馬熙中心很多很細小間的 幾十人的 那麼所以如果人數上 我想可能莫哥禪法應該多過馬熙中心 那麼 那麼 但是其實你去到看真點的時候 你發覺莫哥禪法也好馬熙禪法也好 我們主要都是觀一件事情 當下 觀當下 當下的身心現象 那麼這個呢 無論莫哥禪法 馬熙禪法 雷迪大師的那套禪法都好 都是以這個為基準的 那麼好了 除了這幾個之外 還有沒有呢 其實呢 有這麼說 在緬甸裏面 雷迪大師的禪法 我之前也有說過 雷迪大師的禪法是不多人收的 屬於雷迪大師傳承下的中心 我想應該不 應該不過一百間 相比起你 少很多 國安卡居時在緬甸 應該只有兩個中心 只有兩個 因為緬甸本身已經有其他這些禪法 所以他們外面傳進來的 是不會多的 好了 之後呢 還有一派值得我說的 內觀傳承 就是我經常都會去幫忙的 酸農傳承 酸農我經常都會去幫忙的 那麼 酸農大師的傳承呢 他又從哪裡來呢 酸農大師就是 Sorry 他是沒有傳承的 酸農大師呢 好間接一點 就是很間接 就是 雷迪大師有一個在家的弟子 也是官夫級出入式的 去到酸農大師那個鄉下 酸農大師剛好想找人教禪修 那個居士教了他官夫級 是這麼多的 所以是很間接的 是真的見你一面 然後教你少少 這樣就開波了 那就開始修了 但是不是這樣去到跟幾年 跟幾個月那些沒有的 那麼 酸農大師呢 就是 其實他是不識字的農夫來的 那麼他自己呢 就去到 這樣 依照那個居士 去到教他官夫級 接著之後他剩下一些 禪定的狀況 那麼自己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麼他又有一些神通出來 那麼之後那些人又叫他 找些不見了的牛 又叫他說 不知道 求神問博 當他神君 那麼之後呢 那些人很煩 然後呢 就自己走去再 遇到一些居士 再去到教他來觀 那麼就叫他 你要去到國之 國之 即是我們平時 即是說正念 要有正念 那麼於是乎 孫龍大師呢 就去到什麼 總之他 接觸到什麼 他都國之 那麼於是者呢 他這樣去觀修之後呢 他就慢慢去到生起來觀治了 他在四個月之內 按照孫龍大師的自己的報告 他就每個月的月圓日 他就證過了 第一個月的月圓 證初果 第二個月的月圓 證二果 如此之一二三四 證實了 那麼到他正第四果 第四果的時候呢 他是出了家的 這樣吧 但是沙微而已 他只是出家做沙微 然後呢 之後呢 孫龍大師就經過了群雄的考行 即是 你覺得自己證不了 之後那些 讀了很多經書的那些師傅 就每個人去考他 考到那些人都佩服 你真的可以了 我讀了這麼多書 你的經驗 比起書本上所描述的經驗 更加豐富 更加親切 更加像是直接的經驗 所以我相信你是靜了 如是者呢 有很多人認為孫龍大師是真的靜了果的 羅漢 這樣就 於是乎孫龍大師就在 那個時候呢 他四十幾歲才收 然後孫龍大師就去到 創了一派孫龍內觀禅法 OK 孫龍禅呢 又和我們馬仕一樣 是純內觀禅來的 純內觀不止我們一派 那麽哥禅法呢 那麽哥禅法呢 都是有指的 它是收呼吸 正到某些定 才再觀受觀心的 所以呢 那麽哥禅法呢 那麽哥禅法呢 都是有一些自善的 元素的 但是呢 在緬甸的內觀 那麽多派裏面 我剛才說了這幾個 幾個 幾個大派 是 因為孫龍禅法 和我們馬仕的禅法 都是純內觀 是沒有收子的 但是呢 如果我的經驗去到觀察呢 孫龍禅法呢 是這麽多種 純內觀裏面 即是和我們比較的話呢 他們用的力 和那個專注呢 比馬仕禅法強的 心的 心和強的 所以他們練出來的定力 那個定的要求呢 會比我們要求高 我們就沒有那麽深入的定的要求 但是 再去到分析來看呢 麽哥禅法呢 它是理論配合得比較多 麽哥禅法呢 一天呢 至少聽四節這樣說法 四節 四節 四節講佛法 四節是禅修 所以不喜歡坐禅那些 就是對的了 喜歡聽東西那些 就是對的了 因為麽哥禅法呢 四節是講話 四節就是禅修 另外有行禅 我自己看到 原來麽哥禅法他們的行禅 和我們禅法的行禅 是基本上差不多一樣 差不多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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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酸農禅法呢 其實你這樣去到看呢 酸農禅法就是坐多的 它要求你坐起碼一個半小時 基礎來的了 一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六個小時是最好的 連續坐 所以是 連坐 沒有開玩笑的 真的 我看到我們在酸農中心 看到那些 可以中午十二點半 坐到晚上八點的 真的有這樣收的 所以我就說他們專注力很強 他們觀痛和觀專注力的 那股力量很強 我很深深佩服 我做不到的 就是這樣 但是你就會看到 所以是不同的來觀禅法 各有特色 真的各有特色 然後其實是緬甸百花齊放 你看到這些大師 宏花一方 都是頂頂呱呱的人 就是 我們去緬甸混有參放 各大中心我們都去齊的 差不多 那你見得到 每個派亞都出到高手的 而這件事情 你才最佩服 就是 我們看到他們 我們是殘廢 我們是散修修的 他們一走出來 那個眼神 那個神態 你已經知道是什麼 那 那 緬甸的 就很流行這些 各派的來觀 那除了這些 我講的這幾個大派之外 還有很出名的 就是 有一個叫做 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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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觀禅 這個就是北部的 但是沒有什麼人弘揚 這個就是相對小的派 那樣光 另外有一派 又是好像宣龍那樣猛烈的 那個就是 德因故禅法 德因故禅法 另外 有一個派 爭議性比較大 他就是修止觀的 那個就是柏奧禅法 柏奧 柏奧也是在緬甸 有很多中心 都是數以千人在那裏禅修的 他們那一派 就專注禅定 他們的說法就是 你必須要淨得四禅八定 不是四禅八定 是淨得到四禅 基本上他們認為 你一定要淨到四禅 你才可以收內觀 所以他們為何會叫做有爭議 就是因為 他們認為坊間所有 剛才說的那堆內觀 都是錯的內觀 所以當你這樣批評到其他人的時候 所以就叫做有爭議 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就收斂了很多 因為已經被人說回 所以現在就收斂了 但是有這個緬甸裏面的爭議 好了 除了他們之外 還有沒有呢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大師 他就是叫做 妙烏禅師 中文 那麥烏禅師 那麥烏禅師 他就是由莫哥、尤馬阿希 那裏就學過 就走出來自己 創了一個派 就是 亦可以說是和莫哥比較相近些 那他就是 都是以很嚴苛的修行為名 他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禅修 可以修八個小時 不動 不動 站在那裡 好嚴 他去大陸弘法 那時候 我聽回 就是他有一次去國內弘法 那他是 就是 就是 不知道要求那些人各個學 不知道要他們很早起床 然後之後 那個搞手說 他們沒有那麼早起床 但是 但是 是啊 真的 他要求你是很嚴格的 類似軍分析地去修 所以 但是他一個禅修行 是千多人修的 很修 他去美國 我就 很幸運地 我在班迪達大師原籍的 那個儀式 我看到他 他一走出來 又是一個 你看到一代宗師的感覺 很厲害 因為 班迪達大師本人 教過很多緬甸大和尚 這個廟烏禪師曾經跟過班迪達大師學禅 還有誰跟過呢 緬甸有一些 講經論很出名的大師 其中一位很出名叫 蘭達馬拉 蘭達馬拉 這位蘭達馬拉大師不是禅師 他是講論典 講佛經很厲害的師父 他在班迪達大師原籍的典禮上 我在六幾年的時候 不知道是六幾年 就跟班迪達大師去學禅 班迪達大師本人教過很多 有年柏烏禪師本身 他未自創一套禅法出來之前 他也是跟過班迪達大師 所以基本上 很多 緬甸的那些師父 他們都有收過馬拉時禅法 收過木學禅法 基本上這就是緬甸內觀的簡單 蓋擾的歷史 所以當你說收內觀的時候 其實你收哪一派內觀呢 如果你觀土或者觀什麼 你就知道它是來自哪一派 一猛烈呼吸 你就知道它是酸農的 不是的,酸農之外 因為德因古禅法也是猛烈的 只不過德因古禅法是拉長的 嘶,嘶,嘶,長一點的 而且德因古禅法是純粹拉長的呼吸 即是它純粹是長的、猛的呼吸 它沒有收第二部分的觀通 酸農之外 所以你看到內觀禅法 就是有這些派系 其實是緬甸的特色 緬甸很喜歡我們現在這樣做的 這些禅修營 但是泰國 你去到泰國 就沒有這樣做這些禅修營 有都是由緬甸引進去的 這就是基本的內觀、簡單的歷史和概況 大家就知道一下這個歷史 知道自己正在學的是什麼 我們依據的是什麼 明天我會再講多些關於子和官的 明天講的或是後入官 明天講一下 看一看情況 講關於子和官的分別 為什麼會有這些分別 內觀禅法本身 其實它的目標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官那些東西 而且它和在北傳裡面 講官有沒有不同呢 你們也不知道 但是其實 這裡可以講些 看全港官 這個皮婆聲的官 是涉及觀賞的 涉及觀賞的 所以這個是很根本上面 看法不同 而當你看法不同的時候 你收出來的結果 你的體會也會有不同 所以為什麼我要去到這樣分析這些歷史 給你們聽 就是因為你會發現 當你去到收內觀的時候 你用得多些專注 你會出來的效果會不同 你專注觀某一些單一目標 你所開發的那個智慧也會有不同 所以當你去到說你自己收馬時禅法的時候 你應該要注意些什麼 以及你應該要怎樣去到官 這些就變得很關鍵了 因為你想要去到說你收的時候 你去到正入馬起大師所說的那些內觀體驗 或者馬起禅法特有的一些狀況的時候 你就應該按照他的手法來做 你按照他的步驟來做 你才會體會到馬時禅法本身 會帶你進入的那些經驗裡面 我們不會否認 其他禅法都有他們的優勝之處 甚至可能在某些部分 比馬時禅法更加好的正路 我會這樣去到看 因為做饅頭吃 用麵粉嗎? 用麵粉 做法棍 法國長條麵包 用麵粉嗎? 都用 兩樣東西都用麵粉 兩樣東西吃得飽人嗎? 吃得飽 但是我會不會拿法棍的那團麵粉去蒸 是啦 沒錯 你注意 第二 烹調的方法是不同的 OK 同樣是麵粉 同樣是叫來冠 但我們的烹調方法是不一樣的 OK 兩樣東西都是麵包 兩樣都是可以吃的 是麵粉做的 你吃饅頭可以 甚麼 你吃法棍吃得多會不會有熱氣 會有熱氣 因為它會焗的 對不對? 你吃饅頭吃得多 你會不會濕? 清 對不對? 蟬法之間的分別 就好像饅頭和髮棍的分別 有些蟬法會叫你用得多一點專注力 有些蟬法是輕一點的 所以這就是有人用蒸的手法去做 有人用焗的手法去做 但你不可以說只可以焗 只可以蒸 這句話是不對勁的 用蒸眼的焗 所以你會蒸了焗不知甚麼出來 就是這樣 如果你學蟬法的時候 你說你集八家之大城 但是 你死了 你拿那團麵粉 你又不知道 你 你那團是可能做法國麵包的手法 你拿去蒸 那你真的 你會搞出來的東西 就古靈精怪的 所以 為什麼我今天 會有這樣的講座 就特別強調 我希望把這東西 拉回一個很熟的 因為 大家來到我這裏 有很多都是學過不同的東西 背景又不同的 你們各自各 你可能已經在吃慣 吃慣的叉燒包點心那種 突然間要你來吃魚湯粉 你就用了那種 雲吞麵那種觀念 吃魚湯粉 那死了 我叫你 你要吃魚湯粉 就是這樣吃的 然後你也是當 雲吞麵那樣吃 結果你吃 你都不是那種 就是這樣 但是這樣不代表 我們在否定 其他傳承是不對的 只不過 我們按照馬事前法裏面的 那種模式 按它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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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叫什麼 那種 中文叫什麼 那種 采製 那種 那個 製造菜 那個 菜脯 那個模式 來調調烤 人家是叫你 是這樣 你就不要 你在裡面 加加減減 然後搞出來 你結果那個不是馬兄內觀 或者你焗的溫度不夠 你就變成另一種東西 明天再講紙盃上的事 SADU! SADU! SADU!